五個人? 什麼五個人? Five Guys 幽默是這麼突然的 你剛才不是那麼呆 美國我們通常都會吃些什麼 你不會吃韓國餐、日本餐 你都會想嘗試一些 例如美國地道、本地的東西 那最能代表美國的東西是什麼呢? 在我心目中是 我又有什麼東西都很好吃 美國的韓國東西都不會吃 Cut 下午吧 Hello 我是樹莉 今天我們玩什麼呢? 食物不能用來玩 總共有三款 這一款就是最出名的 在美國地道最出名 而我覺得它的價錢是非常非常之划算的 in and out是很有名的 人們說如果你來美國沒有吃過in and out 就等於沒有來過美國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我也同意的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我平時都不吃漢堡包 但是我覺得它是很好吃的 這個 就是香港也會有的Five Guys 唯一我欣賞的是 因為它用石紙包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糖吃 所以我就買了外賣回來 我最先去Five Guys 然後我再去這間 The Harvard 然後這間 in and out是最後的 但回來之後 這個Five Guys 仍然是暖的 這兩個已經冷冰冰的 沒有暖一點 但是它的賣相 我覺得是最不好吃的 我覺得看起來Five Guys 我覺得是最吸引的 因為Five Guys 這個 是我們兩個都沒吃過的Five Guys 在網上 就說 那些地方可能一定要試吃 一定要吃 你一定要吃才叫來美國 其實這間Burger也是這樣說 但這間Five Guys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是用 燒烤的 那塊牛 我去買的時候 已經聞到是非常香 因為我又很餓 然後我就覺得 哇 真的好像我沒有吃 事不宜遲來試吃吧 我們試吃了這個 我們還沒吃過的 是對焦不到的 我好像今天生餐這三個 好嗎? 不得了 你這麼快就讓人知道 你這麼大吃得不行 我想說 疫情是真的會令人變肥豬的 賴疫情 不賴疫情賴是什麼 放心吧 我洗了手了 消毒了 這個是蠻香的 但是它冷了 很可惜 我們買了回來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糖吃 根據香港政府來說 我們只要6時不可惜 有問題 試吃 好啊 不客氣啦 乾杯 乾杯 好像是我們兩分鐘不說話 然後剛才吃漢堡包 我們看著我們 餓不餓 你們看這影片的時候 不會是臨睡前看吧 很好吃的 很好吃 但是我不覺得 我覺得它是因為冷了 但是它的肉是蠻好吃的 你吃不吃到它那個 用木炭烤出來的那個特別之處 說真的 沖是野味的 要是它的漢堡 它裡面的漢堡 如果這樣煎 的話 通常會很乾 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會 這個裡面是 肉是很軟 很juicy的 跟平時那些是有點不同的 它的醬 我不會吃的 但它的醬 也是 蠻好吃的 乾杯 我們吃過一次Five Guys 因為香港那間我們沒有吃過 然後我們就打算過來美國 在這裡吃吧 它的 包 很好吃 它的 花生醬Milchake 全部的Milchake都很好吃 但是 花生醬Milchake是最好喝 是不是 如果我喝 我們會喝Cookie and Cream 或者Oreal 是不是 就是一樣 朱古力的我也覺得 就像Vanela朱古力的 已經好喝 首先要 你不是 超級要減肥的人 來到美國旅行 我想也不會 減肥了吧 沒有去旅行也沒有減肥 沒有減肥 來下一個我們是 最出名的In and Out 不好意思 其實In and Out 我吃開 Double Double 就是有兩塊牛 兩塊芝士 但是 首先一個人吃得完 吃得完 沒有也吃得完 你怎麼吃 因為它真的好吃 它好吃你就會自然吃得完 但當然你吃完 可能全日 我就不需要再吃其他東西了 你知道In and Out最出名 它的包 為什麼會這麼好吃呢 它是 裡面的醬 它是千島醬 但是它 它是用特別的 它自己做的千島醬 鼻仔 對 那些鼻仔千島醬 所以才這麼好吃 入有出 入有出 入同出 Cheers Cheers 我喜歡洋蔥 我喜歡洋蔥 如果你看到 剛剛蝦皮糟糕 它是肉多一點 那些菜是菜碎 但是這個 它有醬汁 加上洋蔥 加上番茄 它整個感覺更新鮮 很新鮮 這個 好吃到 都不知道看什麼 通常的Burger 就是這樣 Burger很乾 你會不喜歡吃 然後你加很多醬汁 會是比較好吃的 但是 它這個醬汁是鼻仔的 它這個醬汁好吃 它這個醬汁好吃 它加上洋蔥 我是有珠色洋蔥 它加上蒜頭 如果有蒜頭 我們煮 嗯 我覺得 以單肉來說 Juicy 沒有 Habby那個是差的 但是 只不過這個 它的醬汁多 所以吃下去整個Juicy的醬汁 Habby那個 吃下去乾 它的肉是Juicy 就是整個整體的Juicy 一定要試 而且它很便宜 它這裡 我一個包 計算了 原先的包 是2.89 然後計算了 3元而已 剛剛Habby那個呢 Habby那個 我沒有記錯 是4個多 最便宜 最貴 中間 沒錯 我們來試試FiveGuys FiveGuys 5個人 1個包 好耶 好啦我們來試這個 我認為是 很貴的包 香港一樣價錢的 但是 如果是我 我不會特地去買一個 這個價錢的包 這個包是價值8元的 我們先試吧 但是其實FiveGuys 它裡面的餡料 除了肉之外 其餘全部都是免費的 那為什麼 加了 美乃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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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了 茄汁 mustard 芥辣 加了 洋葱 番茄 嗯 但是我忘了叫它加生菜 所以我懷疑它這樣 就是像濕味 它自己撿 對我懷疑它這樣才會貴一點 都不是什麼少少 貴了多少 其實是貴一倍 比起那邊 它好像有三層肉 它很厚 是 擋住 都是對焦不到的 因為你的樣子在後面 哈哈哈哈 YES 嘩 超厚 很香 它有燒蝦汁 嗯 還有一塊菇的 哦 是啊 我加了mushroom 我加了什麼都不記得 可能會不會是兩塊肉 所以這麼貴呢 Hamburger 這樣 哦 雖然美國人說 咖啡是一條事的 但是 我的個人推薦就是 這兩樓 接著到Five Guys 最後是 剛才那個很香 它有味道的醬汁很juicy 整件事你覺得很fresh 一個漢堡包 不會覺得它很dry Five Guys這個 雖然它有兩層肉 但是咬下去也是很juicy 而且它這個 配這個燒烤醬 是配得挺厚的 所以我覺得 它就算有兩層肉 咬下去不會很乾 很dry 所以整件事 三個給上來 我會排他第二 可能真的是醬汁的問題 不知道是我們兩個個人口味 可能有一點醬汁 就 好吃一點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加醬汁的 為什麼你吃這麼猛的? 哦 是會生非之 啊 飽了 會不會有朋友問 為什麼我們選了三間 或者還有其他 為什麼我們沒有選 因為那些三間 其實呢 有兩間都是我覺得 即我曾經吃過 是覺得好 地道的食物 我當然會推薦in and out 加醬又平民又好吃 那如果你去美國 你告訴別人 我沒有吃過漢堡包 那樣 我又覺得 好像欠缺點東西 那沒有人來得 美國一定要吃過漢堡包 對啦 in and out 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那然後 5 guys呢 我們第一次吃都在美國吃 但是在美國吃我們就 記得了 是吃什麼 我是吃一隻鹽狗的 鹽狗好不好吃 OK 鹽狗好吃 因為我自己喜歡吃鹽狗 我自己喜歡吃鹽狗 十二寸長的鹽狗 那不用說十二寸的一點才好 你這麼短 哪個喜歡短 當然喜歡長 我只有一點點 大家不要學一下 我們剛才說起 music and out 和five guys的music 是真的好喝的 除非你不喜歡喝甜 但是你這麼說 你來到這裡你會試 因為你在香港再找不到一間 那個milkshake 它是做得這麼濃 美國一定要試的東西就是 burger和milkshake 至於那個 the harvicgrill 就不是不好吃的 不過 一開始味有比較之前 就這樣吃它 它都是好吃的 這個是它的招牌漢堡 就是它是它的signature 叫Charles Burger 可能只不過因為我 選了一個最基本的 來試 所以就 而且始終我們買到回來 或者因為三個都凍了 所以一定是它多汁一點的東西 sauce很重要 就這樣看包面 其實它是最有誠意的 好 謝謝大家 在聽我們說廢話 在這裡試吃 希望不會餓你 或者如果 如果大家在深夜 深宵床上 睡覺 有不想有少少時間 去看這條片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這條片 今天的片就到此為止 好啦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BYE BYE 我是薯莉 我是大佬 BYE BYE